大名鼎鼎的BGM-109战斧巡航导弹 是70年代美苏在战略武器领域争霸的产物之一 BGM-109巡航导弹是一种全天候亚音速巡航导弹 其特点包括射程远 飞行高度较低 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 突防能力和生存能力较强 打击效果优秀 可通过各种平台发射 且体积小 重量轻 弹翼和尾翼可折叠 机动灵活 便于运输和发射 是美国一型通用多用途巡航导弹 气动结构 BGM-109巡航导弹各形尺寸 重量 助推器 发射平台都基本相同 不同之处 主要是弹头 发动机和制导系统 其最大时速891千米 最大高度30千米 路上平坦地区为60米以下 山地为150米 具有很强的低空突防能力 弹头命中精确度10米 后径改进 精确度达恐怖的1米 因发射的母体不同 发射方式也有所区别 舰艇上用的是相似发射器 或垂直发射器 在潜艇上 既可用鱼雷发射管发射 也可用垂直发射器发射 导弹在航行中 采用惯性制导 加地形品 战斧巡航导弹 身长6.17米 直径52.7公分 水平异常2.62米 发射时重量为1452千克 其中包括250千克的推进器 战斧巡航导弹的 采取了模块化理论的设计 导弹外形像一架弹翼飞机 弹体呈圆柱形 尾部与一台固体火箭发动机相连 一段长宽比较大的弹翼 按一字形布置在弹体的中部 两段尾翼按十字形布置 导弹的抚养由一对水平尾翼进行控制 导弹的偏航由一对垂直尾翼进行控制 导弹的最前端是导引系统模组 位于这个模组后方的 则是一到两个前段弹身配载模组 这个模组可以携带燃料 或者是不同的弹头 第三段是弹身中段模组 是主要的燃料与弹翼的所在位置 其后是弹身后段模组 其中包含延伸自前方模组的主燃料箱 发动机进气口 其后是动力模组段 也就是发动机所在的位置 动力系统 BGM-109巡航导弹陆射型主发动机 采用F107W-450涡扇发动机 推力267千克 助推器为固体火箭发动机 推力3110千克 制导系统 在发射平台发射战斧导弹后 导弹向前推进并转变成为巡航飞行 并在预定的路线上航行 在飞行当中 导弹将利用地形匹配 数字场景匹配区域关联 和全球定位系统导航 在飞行中 有些执行精确打击任务的 也可能通过与卫星通讯相连的地面站 转换其态势 而对于战斧对地攻击C型导弹来说 它能够打击一个单一目标 而对于战斧对地攻击地形导弹来说 它能够精确打击一个或多个目标 导弹上的全球定位系统 和天上的24颗卫星 能保证它飞向预定的目标 导弹的飞行高度为10到150米 其飞行过程中 至少有4颗卫星为它导航 但在全球定位系统 随时接受卫星信号 确定其飞行状况 如果偏离了预定的飞行轨道 但在计算机系统 会自动对比预存的目标地图 和实际地形 自动进行纠正 由于它的飞行高度较低 地面雷达系统很难发现它 攻击能力 导弹攻击目标的末段弹道有两种 一种是水平攻击方式 导弹从7至15米的超低空 直接撞击目标 另一种是垂直俯冲攻击方式 导弹在末段先跃升至某一高度 然后俯冲撞击目标 弹头在接触到目标的设定时段 高效战斗部的炸药发生爆炸 将目标摧毁 两种攻击方式相较而言 垂直俯冲的效能更大一些 如果一枚导弹攻击未达到目的 可用多枚导弹对同一目标进行连续袭击 战斗部整体形状为圆锥体 外壳为钛合金结构材料 内装盾杆性高能炸药 和一种承控延迟引信 即使在加热或着火情况下 也不会随意爆炸 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引信在命中目标后 可延迟引爆时间 以增强导弹对目标的穿透能力 对加固掩体目标的破坏能力 可提高一倍 准确的命中精度 和战斗部的承控爆炸方式 使导弹对点目标 具有外科手术式打击能力 战略核导弹BGM-109A的战斗部 为W-80弹头 靠触发引信爆炸杀伤区域半径为3000米 非核动力BGM-109C装有穿甲战斗部 BGM-09地位子母式战斗部 它含有尖166枚B-97B小口径炸弹 战术导弹BGM-109B装有B-61爆破战斗部或WDU-25B战斗部 战斗的生产订单及交付 2004年8月 美国海军与雷神公司签订了价值16亿美元的多年采购合同 购买2200枚战斗Block-4导弹 2010年2月第2000枚战斗Block-4导弹交付给美国海军 2017年8月第4000枚战斗Block-4导弹交付给美国海军 雷神公司计划在2019年对战斗Block-4导弹进行重新认证和现代化计划 以增加海上打击能力和导弹的多效弹头升级 雷神公司于2019年8月获得了3.49亿美元的海上打击战斗 快速部署能力第二阶段合同 以改进战斗巡航导弹系统 工作将在2023年2月之前在美国各地执行 总的来说BGM-109巡航导弹作为美国远程打击力量中的重要一环 具备着战略和战术双重打击能力 是一种从敌防御火力圈外投射的纵身打击武器 能够自陆地、船舰、空中与水面下发射、攻击舰艇或陆上目标 主要用于对严密射防区域的目标实施精确攻击 是美国在意最主要的巡航导弹和远程打击力量之一 美国历次海外战争行动都可见其身影 而且美军开战时多次先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攻击敌方高价值的军事目标 如军事指挥中心、空军基地、导弹发射基地等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